HELLO 大家好,我是 FAYUP 其實在 JORAN 37 推出之前 JORAN 37 推出之前,JORAN 36 推出有很多新配色 今次 36 推出 Year of the Tiger 的顏色登場 但今年已經為之 6 月,已經過了 4 至 5 個月 為何這麼遲才推出 Year of the Tiger 呢? 我都覺得有點神奇 但無論如何,這款配色是大家喜不喜歡的 本身有搭著幻彩色的造型 我覺得造型上也算是挺吸引的 這款幻彩色看上去也算是挺鎮定,挺科幻的感覺 所以如果真的喜歡Fancy 的你 我相信這款配色會非常適合大家搶鏡的功用 但當然,這款幻彩的鞋底一定會用 Translucent Rubber 所以打室外牆就一定沒有那麼耐心 再加上這些幻彩的物料 在內磨程度還未有那麼高 其實真的難說 不過,這一款的鞋最重要是甚麼呢? 這款鞋底夠長,穿出來夠帥 這已經達到它所有的目的了 所以就要看看大家有沒有需要買一隻這麼帥的鞋去打球 來到今天第二個新聞,就是 Drawn Sion 2 Sion 2 之前也提及過一段時間 當然,指紋樓梯鞋響了一段時間 現在有一個比較清楚的樣子給大家看到 但當然,這種無獨娃娃的款式來講 大家喜不喜歡,就真的非常見仁見智 這款我自己覺得醜到不幸 但既然有它自己出的勇氣 一定有喜歡這款的人群 我不是一些森林系的人士 所以我就不知道怎樣買草綠色和樹木形狀的球鞋 其實之前都有一個差不多的款式 但效果就很不同 但這個真的很酸 Sion 2 最重要的特色就是有PG-2 前面的扮帶 整體來說,對鞋的款式比較老套 有些90年代的風格 不知道大家看到這個樣子會否為它賣單 最重要是它這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在於後面你會看到 有一個骷髏骨頭的Logo 鞋墊有特別的鴛鞋墊 再加上有骷髏骨頭的樣子 其實大家橫看、直看、左看、右看 你都會看到這些鞋子 留給沙蘭自己穿 來到今天第三個新聞 Nike Air Zoom Flight 95 Air Zoom Flight 95 說話都不完 這陣子又說過原裝色 又說過 Jason Keith 的 PE 色 又說過 Blackberry 入津賽的紅白色 來到這一款,叫做全新色 有回品牌專屬的超級英雄 這個我都不知道屬於什麼超級英雄 這個叫 Smushman 我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總之大家就自行判斷 其實鞋身的部分主要是來自 叫做元祖那款的改善 最大的分別就是眼睛變成閃光 其實這隻閃光的款 其實在它之後的代數都有 變成退了這一代用 鞋底的部分就做了 Translucon Lumber 再加上有圖案 鞋面的部分跟元祖黑白色 是沒有大分別的 整雙鞋款看起來的造型 最大的特色就是 那幾隻眼睛不同的顏色 那個Tick 變成一個電鍋的顏色 本身旁邊這個皮的部分 由原裝的黑色變成了一點亮面的灰藍色 裡面的眼睛純粹變成紅色 這幾樣就是它最大的分別 其實這隻鞋一定是買來儲存或買來等的 因為超級不好穿的 又要看看大家喜不喜歡 究竟它這隻新款的 Swatchman 特別的款式 是不是大家的那杯茶 其實都很久沒有說過 關於李寧的球鞋 李寧的球鞋 其實現在我都免得沒得事 當然也知道李寧的科技 一直都保持著 在市場上都有更新的 《雨碎十四》 《崩勒》的奧蘭多顏色 看看自己喜不喜歡 《雨碎十四》和《雨碎十三》的評價都不相差 《十三》、《十四》都非常高的評價 但《十五》好像真的差一點 看看大家有沒有興趣進入《雨碎十四》 其實Jimmy Butler 作為理念的代言 穿了很久這些《雨碎十三》、《十四》 當然球場上的表現就不關於鞋子 最重要是他代言的鞋子 大家看看這款本色的 logo 美不美 顏色配搭剛剛你心水 《雨碎十四》也不是一雙容易買的球鞋 看看大家是否高興 好了,來到今天掌握這款 這款本色是舊鞋 就是《 Lowest Search》 其實《 Lowest Search》這款白白色 其實都頗吸引 不知道大家可能照看它們的YouTube 這款白白色的款式加金色 其實都是現在才會出現 《 Lowest Search 2》當然已經免費了一段短時間 但《 Lowest Search 1》的 Colorway 這款白色的款式加金色 其實黑色的款式還蠻漂亮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興趣 繼續入手這款 如果有興趣入手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因為之前是有機會拿到貨 但因為舊了一個款式 大家會有興趣買舊了一個款式的《 Lowest Search》 本身性能來說,這款還是非常高 過了兩年之後 我覺得《 Lowest Search》 對於一個大體重的人 依然是一個非常合適的球鞋 所以今天也跟大家說說 白白金 其實顏色就很帥 不過是舊了一個款式 看看大家的朋友們會否有興趣 都想知道 Anyway 今天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問題 請訂閱和分享我的頻道 這樣就上關置身了 Bye Bye MING PAO TORONTO